第三回忌 全体绝入 平方 万年银月狼王撕咬霍宇浩 先军一发之际霍宇浩竟然秀出暗金孔爪 紧接着霍宇浩放出兵地最强魂骨大招冰皇之怒 这一季的威力堪称恐怖如斯 拿下银月狼王之后 霍宇浩的第四魂环终于到手 画面回到半炷香之前 三只金狼王率领一大群银狼追逐霍宇浩 橘子学姐告诉霍宇浩 锦阳山脉拥有很多喜欢金属的特殊魂兽 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乘坐的铁疙瘩才会被狼群盯上 从狼群的规模来看 其中必定有一只银月狼王在统领 随后霍宇浩放出精神之力探测 果然发现了一只拥有强大精神属性的狼王 很明显这只银月狼王适合做魂环 于是霍宇浩让橘子驾驶机器赶快逃跑 他决定单独引开狼群 为了引开狼群 霍宇浩丢出金属矿石作为诱饵 没想到这群银狼竟然真的上榜 在狼王的命令之下 所有的狼群开始追逐霍宇浩 在躲避狼群围攻的同时 霍宇浩锁定银月狼王 率先使用命运灵魂凝视攻击银月狼王 不愧是狼群老大 霍宇浩这一击虽然很猛 可他并未对狼王造成致命伤害 最后竟然只是将狼王的双眼废掉 可这点攻击还远远不够 毕竟这里还有一大群银狼 于是霍宇浩放出模拟魂技 瞬间放出40万年兵地威压 威压释放的同时 霍宇浩又放出第三魂技群体虚弱 相对来说这一招的攻击更实用 随着狼群的力量被削弱 霍宇浩锁定银月狼王冲了过去 霍宇浩再次锁定银月狼王 同时放出兵地魂技勇动之欲 仅仅只是眨眼的功夫 狼群和狼王都被瞬间冻成雕像 抓住机会 霍宇浩瞄准银月狼王就是一招兵暴术 由于兵暴术的威力太过强悍 狼王被炸飞的瞬间 霍宇浩也被强大的冲击力 瞬间震的口吐鲜血 原以为这样就可以干掉银月狼王 没想到这家伙皮糙肉后 等到霍宇浩爬起来的时候 银月狼王也跟着站了起来 可就在下一秒 银月狼王竟然朝着霍宇浩扑了过来 随后就发生了开篇那一幕 银月狼王开始疯狂撕咬霍宇浩 被逼无奈之下 霍宇浩使用暗金孔爪攻击狼王 同时放出兵地最强魂骨大招兵皇之怒 这一击的威力堪称恐怖如斯 银月狼王竟然被当场轰飞 只是没想到 三只金狼王还会施展合体大招 这三个家伙瞄准霍宇浩吐出光波 千军一发之际 只剩残血的霍宇浩只能放出红尘庇佑保护自己 不愧是九级魂倒气 红尘庇佑的防御力确实惊人 他竟然挡下了这一击 虽然保住了小孽 可霍宇浩也因为受伤严重坠落霞骨 好在橘子学姐及时赶了过来 橘子发现霍宇浩受伤严重 立马给霍宇浩做了止血包扎的紧急治疗 霍宇浩体内还有生灵之精 强大的生命力让他拥有快速恢复的自愈能力 等到第二天霍宇浩醒来 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六七成 只是没想到 三人刚刚回到日月帝国就发生了意外 无耻的王少杰竟然动用皇室的力量对付霍宇浩 橘子学姐只能眼睁睁看着霍宇浩被皇室纠察队带走 王少杰威胁霍宇浩 他一定会让霍宇浩尝日月帝国十大酷刑的味道 暴龙柱八十一根尖刺慢慢刺入霍宇浩的身体 一定会让他享受生不如死的痛苦 接下来 橘子会请皇太子徐天然帮忙拯救霍宇浩 除此之外 静红尘也会亲自出面拯救霍宇浩 让我们拭目以待